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帽子 这款帽子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吧 是一款摄像帽 这个帽子呢 上面有个支架 这个支架呢 可以连任何的运动相机的接口 这个接口呢 目前这个接口呢 适合我的相机 插进去就行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戴着帽子呢 去拍摄了 解放双手 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这就是我戴上帽子 然后把相机插上的效果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摸熟了这个相机的按钮 这个右边呢 是开机 左边呢是拍摄 所以说我走了哪里 你看 双手解放了 戴着帽子 是吧 我觉得 这个挺好的 当然了也有这种 胸袋了 或者是肩袋 都有 这个帽子呢 因为天气也变冷了嘛 所以说我想 因为这个帽子呢 一举两得 一可以保暖 二呢 还可以摄像 也不沉 挺好的 你看 当然了 他也有个问题 其实我昨天晚上 我就拿到他了 然后我就做了个实验 走到路上 很多人看 哎呀 这是带个啥东西 是吧 很多人不了解 这个自媒体的人呢 他都不知道是啥东西 看着我 了解的人就知道了 摄像头 因为他这个比较高 所以说呢 重心呢 还是有点不太稳 戴帽子呢 老往下趴 老往下掉 注意点 还是没问题的 总的来说还挺好 反正解放双手了吧 也就是在你平时 需要解放双手的时候 戴帽子嘛 日常的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手持嘛 或者是固定放在哪里嘛 对吧 而且他的效果呢 还行 这个用他的时候 不能用云台 只能用第一人冲 第一视角 这个帽子就接下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